嘿,大家好,我是Kalina,你们的日内交易好朋友 那今天我们来聊聊,即使是很多人在日内交易中失败 那怎么还是有一些人再回来选择做日内交易呢? 还有很多人继续学习呢? 即使失败,我们如何在日内交易中取得成功呢? 首先,日内交易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领域 尽管有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失败 但是每一次的失败呢,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失败而从中这个就倒下去不再起来 其实是日内交易是一个马拉松 我们要从这个失败中吸取经验而不断的进步 那就说明了你们在交易的时候要size你非常的小 不要去浪费自己hard earning赚来的这样的钱 那其次,这个成功的日内交易员呢 其实有一个良好的准备和计划的 不知道大家是几点钟起床呢? 我是明天四点半起床 而且呢会做一些准备工作 那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这个准备工作之外呢 还要掌握基本的这个技术分析风险管控 更重要的是这个情感控制方面的一些知识 那此外呢我们还需要设定一个非常明确的交易计划 在其他的视频里边有跟大家分享过交易计划 其实就是我们用我们的scanner 每天找出来自己可以交易的股票 通过自己学来的知识 它的技术面和它的基本面的分析 然后呢去判断这个股票是不是能交易的 这个日内交易呢是我们必须要坚持执行自己设定的这个计划 不能被这个市场的波动和情绪而影响导致我们的失败 那最后呢成功的日内交易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时间的 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刚刚有跟大家说这不是一个马上可以成功的东西 它是一个马拉松 而是需要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不歇的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会很辛苦遇到非常多的挑战和困难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卡丽娜本人就坚持下来了 最终我们一定会获得你想要的成果的 那每个人的性格爱好不一样 在每个交易的板块或者交易的方法中 都会取得你自己的那份成就 所以呢尽管日内交易可能会面临非常多的困难挑战和心酸 但是只要我们有信息充分的这个准备和坚持不懈的学习 我们一定会取得这个永久的成绩的 那马上就是周末了 让我们大家在周末这个调整一下心态 那下一周呢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实现我们的目标 Keep green every day 我是Kalina 喜欢这样内容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帮我订阅评论和点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